我好爱好爱你 大家好久不见 欢迎收看今天的非常生活 我是你的友君 在今天影片开始之前 要先感谢在这一段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积极更新影片的期间 还是有一些新的小伙伴 来订阅我的频道 在下方做了一些留言 做了一些回馈 在这段时间之内 其实也注意到 大家对于比较基本的 Tatalog的生活用词 还算是蛮有兴趣的 所以今天的内容呢 就持续跟大家一起来练习 比较实用的基础菲律宾语 今天的影片是由犀牛工作室赞助播出 仔细想想 家里是不是有几张银行卡 一直被你遗忘在某个角落里呢 那你又知不知道 这些几乎被遗忘的银行卡 其实都可以让你轻松赚个万把块 想要给自己建构宝马 奔驰都不是问题呢 使用新的工作室的全新自动软件 透过简单的设定 就能自动完成代收代付的操作程序 你只需要在家里轻松躺着 拥机自动塗袋 软件都是经过全方位安全认证 绝对可以保障在操作过程中安全无余 此外犀牛工作室更是业界唯一 在合作过程中 若账户发生问题 造成的损失 通通都由犀牛工作室负责买单 有兴趣入住犀牛工作室的朋友们 请立即联系小飞机号 想要了解更多吗 影片下方说明来也会有详细的资讯 别忘了 要接着把影片看完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 Takalo的算是单字呢 它非常的实用 就是当我们如果要去认识一些新的小哥哥 小姐姐们的时候 这个词非常的好用 它就是Gita Gita这个词呢 要直接用中文翻译 其实有这么点难去说 它就是什么什么词这样子 那根据我就是使用上的经验来看呢 它就是在Gita 前面加上动词的话呢 就是等于是我对你做这个动作的意思 这样讲有点模糊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首先呢 来幻想一个情境好了 今天在酒吧里面遇到一个小姐姐 想要跟她搭讪 那大家最常用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请小姐姐喝一杯酒嘛 那就走过去跟Bartender点了一杯酒 然后送给小姐姐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说TreatGita Treat就是英文的Treat同一个字哦 它就是有对待的意思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招待我请客的意思 所以TreatGita可以翻译成我请你 好那接下来跟小姐姐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进一步的认识 我们就在WhatsApp或者是Viber上面聊天 聊一聊聊想说试探性的想要了解一下彼此的意思 那这个时候是可以传给对方说Miscita 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吧 Miscita也是英文哦 就是想念的意思 Miscita就是什么意思呢 对就是我想你的意思哦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看一下对方的反应啦 他如果就是啊 就是胡隆带过的话 那就大概知道说 这局没了 没得晚了 那如果说对方也有释放一些善意的话 或许就有机会可以进一步交往哦 接着呢就是如果一切都发展顺利的话 就会两个人 就会进入到一种微微暧昧的关系 可能比对你有好感再多一些 可是也还没有到爱你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喜欢 喜欢的菲律宾语呢就是Gusto 所以我喜欢你要怎么说呢 没错就是Gusto Gita 接下来就来到了交往的阶段 在交往期间呢 女生最喜欢问的问题就是 你爱我吗 亲爱的你爱我吗 宝贝你爱我吗 Babe do you love me 这个时候怎么回答呢 爱的菲律宾语就是Mahel Mahel 所以我爱你怎么说呢 Mahel Gita 那单纯回答Mahel Gita的话呢 这个答案可能还不是那么容易满足女生 那这个时候可能还会问说 How much do you love me 你多爱我 Babe how much do you love me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回答说 我好爱好爱你 Mahel 那Mahel Gita 就是在两个Mahel中间加一个Nah Mahel 那Mahel Gita 就是我好爱好爱你 那这边再另外补充一下 Mahel这个词呢在 动词的话就是爱的意思 等于是love 那如果是发展成形容词的话呢 它是昂贵的意思哦 就是expense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爱是非常珍贵 非常宝贵的东西 用这样子来记忆 就还蛮简单的哦 今天跟大家这样分享下来 是不是也跟有君一样觉得 Gita这个字非常的好用呢 我们可以从 Treat Gita 我请你 Miss Gita 我想你 Usto Gita 我喜欢你 Mahel Gita 我爱你 还有Mahel 那Mahel Gita 我好爱好爱你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大家之后的生活 都可以有些帮助哦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 按订阅 并且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 更重要的是 订阅我 打开小铃铛 嘿嘿嘿 还有还有 如果对今天的赞助厂商 友君的干爹 新的工作室 有兴趣的小伙伴 记得一定要在影片看完之后 到说明栏位里头 会有更详细的一些介绍哦 我是你的友君 我们下次见 See ya